假如你近年才開始置業 一向都堅信 拿著磚頭 一定不用仇的話 會不會開始有一種有得陣 沒得睡的感覺 發展局局長寧漢豪正式宣布 這個財政年度 即是2023、2024財政年度的最後一季 今年1月至3月 政府不會在賣地表 或者在一鐵一局的項目 一鐵一局即是鐵路物業發展和市區重建局的項目 去推出一些住宅地作出照表 今天我們可以一起談談 這個決定發放了甚麼訊息 對樓市究竟有多大的影響 政府又需要重新考慮甚麼因素 才再好去搞一些大型的項目 政府正式公佈了 這個季度是不會推出住宅 不只是住宅 而是商業用地的賣地計劃 只會推出為於元朗創新園附近的工業用地 來作出照表 這是2011年政府主動按櫃推地以來 第一次 是第一次停止推售這個住宅地 市場對政府先前所推出的土地招標計劃 反應是相當冷淡的 這個冷淡的反應很明顯 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導致政府要作出這麼重大的決定 大家應該還記得 在2023年去年的8月 全灣由金頭地皮流標 結果是找來房屋協會來承接 頂硬上 接了首置的項目 如果再推地又再流標 房屋協會也沒有能力 再接多幾個這些項目 看近年賣地表住宅地皮的投標反應 真是頗差 在2021、2022年度 第四季度 即是2022年1月至3月起 八個季度當中 有四個季度 都是出現地皮流標 去年錄得有六宗的流標個案 這是香港土地供應市場的新記錄 土地市場 大家的商家發展商的反應 有多冷淡 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市場反應冷淡 主要是因為融資和建設成本上升 這是阻礙房地產公司拿地的因素 而最重要的是 地產商不確定五年之後 住宅價格是否有上漲的空間 足以令他們賺取利潤 這也是開放商當前信心不足的原因 古洞北和粉領北發展區 六幅土地的原子換地計劃都告出 因為政府和發展商對於保地價的問題 沒有辦法達成一個共識 局長說 與其說我們政府要求的保地價格高 不如你說相關的財團提出的保地價格低吧 無論怎樣說 這個現象就反映出發展商對於前景是不夠信心的 連同2023年4月至12月 來源的土地供應發展局暫時估算 在今年的總私人住宅土地 可以興建到大約11,530伙 是相當於今年的供應目標的89.4% 即是未達標 如果今季沒有其他私人重建的項目落實的話 就會是2019、2020年度 以來近四年度再次是不達標的 發展局長林漢豪說 社會是希望政府繼續向市場提供土地 但政府不可以一成不變地 每一季都推出每一類的土地 設置一個年度目標的同時 每一季都要視乎市場的情況 作出合適的安排 他強調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要留意市場 賣地反應不理想 市場反而會有另一種解讀 不是好事 其實政府的決定都可以理解 是一個面對現實的決定 不過這決定何嘗又不是為大家帶來另一種解讀 何嘗一定是一件好事 說穿了只是兩害取其輕 對上一次政府高調暫停推遞 要回到2002年 當時出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 推出了一系列穩定樓市的房屋政策 當時市場稱這些政策為宣九焦 香港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 官方樓價指數大約在五年之間 暴卸了超過六成 在市場有很多負資產和破產的個案出現 在2002年11月 宣明楊局長宣布了多項措施 其中包括取消土地拍賣 暫停勾地和鐵路物業項目招標 一年還即時叫停居居及租資計劃等項目 今天欠缺土地房屋供應 其實與這個政策或多或少都有關係 發展商這麼冷淡地 對於土地拍賣、土地市場供應 是直接會拖累政府的地價收入 這個影響究竟有多深遠 看完廣告回來後我們繼續 或者大家可以用這段時間 打電話5668 299 亦可以在以下description欄目中 按一按相關連結 做一個簡單的登記 之後你去到發在生任何一間分店 只要你表示你是智雲頻道的觀眾 便可以無條件獲得一支 旅行裝發在生殺菌止釀洗法爐 你是無需作出任何消費 都會送這支極方便又好用的 旅行裝發在生殺菌止釀洗法爐 還有我會送給大家一次免費頭皮檢測 以及一次免費療程體驗 大家不用擔心 接受了免費療程體驗 你是沒有責任和義務要去買東西 不會有壓力給你 一定要去買東西是不需要的 一定不會落閘放狗強給你消費 我可以向大家保證 這樣的情況是不會發生的 你要在自己頭髮的情況 頭皮健康的狀態是百利而無不害 所以快點把握這個機會 打電話5566-8299 頭髮有什麼原因 我怎麼知道我屬於哪一樣 我們有26年專業經驗和個案實證 可以分析到 最關鍵是做頭皮檢測 用專業儀器分析問題所在 對症下陽 頭髮的問題 AI chat 不如找法在生黃衣 chat 打電話跟我 撤下吧 去年2月 2023年2月財政預算案本來是估計 今年的地價收入可以有850億 但頭三個季度 計及官地招標和保地價總收入 只有123億 123億 達到預算的14.5% 收入可以說是嚴重的萎縮 超過成千億的財政赤字 有什麼機會可以得到改善呢 現在我們已經降至到不夠7000億的儲備 可能情況會更遲些 差些都未頂 特區政府的財務狀況是令人憂慮的 政府解釋賣地收入每年都有不確定性 例如官地招標都會受到市場興趣影響 保地價又要視乎什麼時候完成條款 和地價的商討不是政府可以完全控制 所以實際地價的收入和預算 是有分別一點都不會出奇的 我們都明白的 真的一點都不出奇 不過當年 當林鄭月娥政府提出明日大嶼計劃的時候 其實不是這樣看法 覺得政府的地 皇帝女不優價 一定是非常值錢的 應付大型發展項目 找資金真的未怕過 現在政府 因應現在的情況 是否需要面對現實 重新去考慮一下 明日大嶼計劃的可行性和需要 明日大嶼的造價最少要5800億 你還希望官方不要計錯數 一旦由於通貨膨脹 又或者官方計錯數 而超資的話 隨時很容易會去到1萬億或以上 入不夫之的情況 找得不夠的政府 如何應付這筆開支 現在樓市衰毀的其中一個原因 需求真的減少了 我們香港人口的結構有很大的轉變 移民潮這個因素也是一個原因 財力比較穩健的中產階級大量流失 樓市的購買力當然不會以前那麼好 明日大嶼是否真的仍然有存在的需要 就算是有 我們應不應付得來